一个Tencil结尾的一个东西 它Tencil前面有一个类型 代表了这种类型的Tencil 就比如说InterTencil 就是表示整形的Tencil FloatTencil就是浮电型的Tencil 然后Tencil的不同的维度 决定了它表示不同的数据类型 就比如说我们要表示一个整形 整形的数字3 那么我们就用一个InterTencil 但是它的dimension是0 然后我们也表示一个数组 就比如说是一个矩阵 那就是一个dimension2的一个 我们用一个InterTencil 同时它的这个dimension是2维 因此对于Python中间的数据类型来说 我们PyTouch都可以一一对应起来 只不过我们换了一个额外的名字 我们后面会讲什么叫做FloatTencil 什么叫做InterTencil 以及什么叫做dimension 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问题 对于Python中间的非常常用的一个类型 就是叫Stream 比如说我们的一句话Hello World 就是一个Stream 对于Stream类型在PyTouch中间怎么表示呢 非常遗憾 我们PyTouch它不是一个完备的语言库 它是一个面向数据计算的一个GPU加速库 因此它是没有类件对Stream的支持的 那么怎么表达Stream呢 我们在做NLP的时候会遇到要Stream处理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说一句话 你把这句话翻译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 这里面肯定是要处理Stream的 那么作为深度学习的一个GPU加速库PyTouch 免不了要处理Stream 但是它内部又没有Stream的自带的表示方法 那么怎么来表示 我们有两种类型的表示方法 第一种是One Heart Encoding 我们之前也讲了 比如说我们要表达一个类别 猫狗这两类 那我们就用一个E为的向量来表示 如果E为向量是E0代表的第一种类别叫做Dog 如果是01代表第二种类别叫做Cat 因此它就是一种这样的编码表示 我们其实是没有类件Stream的支持的 只是说我们用一种数字的方法来替代了 实际上编程语言 其实计算机也是没有Stream支持的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字母 A字母 A字母它的ask码 比如说是NX34 因此我们还是用一个整形来表达一个Stream类型 只是说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告诉计算机就是一个Stream类型 你不能按照整形的方法来做 你必须按照Stream的规则来做 所以在PyTouch里面 即使我们没有Stream类型 我们也能够采用One Heart这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表示 但是如果我们要处理的字母 比如说26个字母 我们只要编码为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长度是26 但是对于我们汉字 或者说对于多国的语言支持 甚至是对于对于其他的单词 英语单词常用的单词有上万个 那么我们这个向量如果用一个一维的上万的维度来 One Heart的编码来说 它整个向量会变得非常的稀疏 也就是说整个向量的大部分元素都是0 只有一个元素位置是1 更致命的是 这个向量 因为我们语言之间 I like I love 这个是有语义相关性 I dislike是有语义相反性 但是对于一个One Heart编码来说 每一个位置代表一个意思 因此 两个单词之间的相关性 并没有在One Heart编码中间得到体现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在NLP里面有一个专门的Embedding Layer Embedding Layer就是解决这个东西 怎么 用数字的方法来表示一个语言 有常用的编码器 有Vord Director以及Glove 这里并不做我们的内容之类 因此我们跳过 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 PyTouch是没有类件String支持的 要支持的话 我们必须使用编码的方式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PyTouch类件的数据类型 它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遇到的Float类型 它有FloatTensor来表示 然后对于更长的Double类型 它有DoubleTensor来表示 然后对于我们常见的整形 有InterTensor 以及更长的整形是LongTensor 其他的我们大家都用的比较少 还有一个BetTensor BetTensor怎么就是比较的时候 就比如说你两个Tensor相比较 元素是否相等 它会返回一个BetTensor0和1 代表这个位置是否是相等的 因此BetTensor也用了稍微的多一些 其他的我们就不需要关注 我们这里只要知道 最最重要的就是FloatTensor 其次就是InterTensor 再次就是BetTensor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讲的都是在CPU上面的类型 一个Tensor它有可能被放置在CPU上面 也有可能会部署在GPU上面 对于GPU上面 即使我们在Python中间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东西 但是对于Titouch来说 它们并不是一个东西 它有一个额外的数据类型 就是在中间加了一个Cuda 大家需要额外的关注 也就是说一个数据 它即使是同一个数据 但是它被放在不同位置 它类型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做类型的推断 比如我这里我新建了一个 二两维的向量 两维的Tensor 这个Tensor的Size是2 3 也就是说两行三列 我们这里是初始化的方法 是用一个随机的震态分布的初始化来初始化 它的均值是0 然后它的方差是1 这里我们稍后会讲 大家稍微有个印象 Runderend 就是随机初始化一个两行三列的一个这样的Tensor 然后我们得到 我们使用Tensor.type方法 可以返回一个Stream 代表这个Tensor的类型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Print信息 告诉我们这个Tensor是什么类型 但是如果我们在程序中间做Check的话 比如我们做参数的合法化检验 那么我们用Instance来做检验 就比如说A这个Tensor 它是不是FloatTensor 如果是的话 它就返回True 大家可以使用Instance来做这个参数的检验 还有另外一个Python自带的Type方法 Type方法返回的是一个 基本的数据类型Touch的Tensor 因此它并没有提供额外的信息 我们用Type的Tensor Type括号Tensor 这种方法用的稍微少一点 我们要么用Print来表示 打印出来这个Tensor的具体数据类型 或者用Instance来做合法化检验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问题就是说同一个Tensor 它为部署在CPU和GPU上面是不一样的 它做Instance检测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Data 它刚开始是部署在CPU上面的 因此它跟Cuda.DoubleTensor比较是false 然后我们使用Cuda.方法把它帮运到GPU上面 这个时候再跟Cuda.DoubleTensor相比 它就是真实的 因此这数据是一样 但是放的位置不一样 造成的类型不一样 现在我们来看最简单的一种类型 就是标量 标量的话 在PyTouch里面也是有类件的语言支持的 比如说我们在Python里面的一个标量 就是1.0 2.2 这种基本的数据类型 在PyTouch里面我们怎么表示呢 我们使用Touch.Tensor方法 直接把我们标量的数据带进去 1.0 2.2 1.3 然后我们生成的就是Dimension为0的一个这样的Tencil 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么有人就会问呢 这种Dimension为0的数据类型用来表示什么呢 在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计算Loss 就是计算我们的输出值 跟我们期待的那个值之间的误差 误差最终求和平均以后会得到一个标量 这个标量我们就称之为Loss 因此我们这个Loss用的最多的就是一个Dimension为0的标量 我们同样的方法使用 我们如果使用Instance把它打印出来的话 那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某一个Size为0的某种数据类型 比如说FloatTencil 然后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标量的Shape呢 很明显标量的Shape它肯定是Dimension为0 我们怎么做Chec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使用点Shape的方法返回一个Touch Size类型然后它是一个空的这样的List 但是这个东西它的类型并不是List 只是说它是一个空的List的类型的Size 这样的对象 然后我们对它的Shape的长度做检验 它就是0 我们还可以使用Dimension 就是A.Dimension的方法 它也会返回一个0 就是告诉你这是一个0为的Tencil 也就是就是一个标量 然后与.Shape对应的是一个.Size函数 需要注意.Shape它直接是一个成员 但是.Size它是一个成员函数 因此我们使用括号的方法调用它 同样的方法它会返回一个空的List的Size类型的这样的东西 讲完了Dimension为0的标量 我们来讲一下 Dimension为1的也就是Vector 在数学里面我们叫做向量 在PyTouch里面我们不管3721都统一称之为Tencil 也就是张量 然后Dimension为1的张量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通过Touch的方法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我们带了一个这样的括号 带了中括号以后 它会生成的就是Dimension为1的向量 或者说Dimension为1的张量 然后这个张量的长度 有可能张量的长度有可能是1 也有可能是2 以及N为的可以无限的N N长度的一个这样的张量 它返回来就是一个这样的 你指定的数据的这样的张量 然后我们除了可以使用点Tencil的方法 还可以使用点FloatTencil 大家注意这里是带了数学类型 然后是大写了的 这里的参数不一样的是什么 我们使用点Tencil的时候指定的 就是我们Tencil的具体的数据 但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里给了1.1 2.2 就意味着这个向量 第一个元素是1.1 第二个元素是2.2 但是如果我们要只需要给定维度的话 比如说我只需要给定维度 生成一个Dimension为1 Size为1的这样的张量 那我们就直接给定一个通过FloatTencil 这种这个函数来调用 我们使用这个函数调用的时候 它的数据初始化就是Random初始化的 我们再看再次看这个 我们要生成一个Dimension为1 Size为2 也就是长度为2的一个向量 那我们怎么使用 我们同样的方法 使用点FloatTencil 然后给定一个这个向量的长度2 那么它就会随机初始化 两个这样的数值出来 然后我们还可以从Numpi引入 我们使用Numpi的方法 生成一个长度为2的 Vector 然后它的每个元素是1和1 这就是Numpi的数据 我们这里打印出来了 然后我们使用FromNumpi方法 从这个Data里面引入 得到的还是数据 显示的数据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类型已经变成了FloatTencil 那我们来看一下 Dimension为1的Tencil 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首先是Bios 为什么是Bios 大家还记得神经元的结构吗 神经元的结构就是有多个输入 然后再加一个Bios 就是一个偏制 偏制引入进来 我们这个偏制的维度 一般都是一维的 然后它的数据 它可能是一个实数 引进来以后 都经过一个Sigma的 几乎几乎数来输出 因此我们这里的偏制 Bios 它就是一个Dimension为1的Tencil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说 线性层 神经网络线性层的输入 因为我们这里还没有讲 线性网络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我们上节课的例子 就是一个图片 如果我们打平的话 一个28 乘以28的一个这样的图片 我们把它打平以后 这边的784 因此对于这张图片来说 对于一张图片来说 我们把一个784的 也就是Dimension为1的Tencil 可以送到这个神经网络里面去 因此Bios 为1的神经网络的输入 也可以使用Dimension为1的Tencil来表示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需要说明的就是什么 在PyTouch 0.3 以及之前的版本里面 Dimension为0的Tencil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表达Loss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的Loss是0.3 那我们在PyTouch 0.3版本里面 它会返回什么 它会返回一个Dimension为1的0.3 又会返回一个这样的类型 Dimension为1 然后长size为1 但是在PyTouch0.4 以及PyTouch1.0以后 对于Loss来说 它会返回一个标量 也就是0.3 这有什么区别 很多人都会觉得 Dimension为1的张量 也就是说 长度为1的一个这样的下量 它是可以表达标量的 它确实是这样子 它是可以表达标量的这个意思 但是为了语意的更清晰 也就是说标量就是标量 然后长度为1的向量 它也是向量 为了区分开 在0.4以及1.0版本里面 我们增加了一个长度为0的Tencil 这种数据类型 大家稍微需要注意区分一下 OK 怎么得到Dimension为1的Shape 或者说size呢 我们同样的方法 可以使用.Shape方法 也可以使用.size函数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概念 我们讲的这个Dimension和size 或者说Shape怎么区分开 就比如说我们一个二维的Tencil 我们讲的这个二维的2 就是指的是这个Dimension 比如说两行两列 那么我们指的二维 或者就指这个Dimension 它就是2 在数学里面这个叫Runk 我们就不提数学里面这个概念 因此我们讲的二维 就是说Han和列 或者说它的Dimension是2 然后我们讲它的size 是指什么意思呢 size是指整个的这个Shape 也就是这个2和2 然后我们讲这个Tencil 又是指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是指这个Tencil的具体数据 比如说1,2,3,4 因此很多表达的时候 需要注意区分一下 我们讲的Dimension 就是说这个size的长度 然后我们讲的这个size 就是指代的是这个Tencil的具体的形状 这里面大家注意不要把这个 大家肯定是知道的 但是